22号 23号两天 萧山城乡派出所接到三个男的报警 都跟自己的老婆有关 最后三个男的都进去了 22号凌晨0点20几分 萧山城乡派出所接到一个男的报警说 手机被人偷了 支付宝里的钱少了 我手机掉了 我手机上面的钱也都不见了 人们的报出来请 这个手机iPad 我能定位这个如家附近 手机被谁拿走了 我老婆拿走了 我们吵架他拿走了 现在我拿手机定位在这里 那老婆电话呢 不接电话 不接电话 你去找钱 主要是钱找 钱这样子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民警赶到现场后 男子换了说法 说手机其实是老婆拿走的 他定位到了手机的位置 在一家酒店里 随后民警在酒店的一个房间 找到了洪某的妻子 他说两夫妻吵架 他拿走了老公的手机 又转了5000块钱 但是他报案的说 他的手机被偷走了 钱被人传走了 所以这个情况已经构成了 谎报案情 刚处理完洪某的报警 城乡派出所又接到了一个男子 报警 我老婆被强奸 民警又赶到了一家酒店 倪某见到民警后也换了说法 其实他老婆没有被强奸 他是跟他老婆 发生的不愉快 怀疑他老婆跟别的男子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希望通过我们公安机关 找到他老婆 随后民警调出了酒店的监控 发现倪某的老婆还真的跟一个男的在一起 倪某老婆把手上的冰棍喂给男子吃 上楼的时候 两个人还依偎着 最后两个人进了房间 没有发现被强迫的意思 这个倪某嘛 也是一个 谎报案情的这个情况 23号晚上11点多 城乡派出所又接到一个男的报警 说是前一天 跟老婆吵架 家里的5000块钱和手机被老婆拿走了 报了警 但过了一天 警方那迟迟没有消息 你们还管不管一下 不管我这都在跳去了 那报警 我就问你们最后一句 你现在在哪里 你别管我在哪里 我就问你最后一句还管不管 报警 人没有说不管啊 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楼上 你管我在哪里 我就问你一句 今晚管不管 不管的话 我这都在跳去了 他女朋友把他这个 租房里面的钱啊 手机啊都拿走了 他呢已经在报告案 我们也就那样侦查了 但是他认为公安机关对这个案件 侦查的力道不够 就说你们不给我处理好 我就要自杀 警方派出了大批警力 找了两三个小时 最后在火锅店门口找到了江某 目前 洪某 你某因为谎暴警情 被警方行政拘留 江某因为虚构事实 扰乱公共秩序 也被行政拘留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